衛福部上午大張旗鼓成立 藥品供應通報處理中心 就是要負責解決台灣近三十年來 最大的缺藥潮 但是成立一個通報中心 真的能解決缺藥的問題嗎 可能從我職業以來 這二十幾年來 到現在來說 看起來是缺藥最嚴重的一次 我相信可能是超過一百多種以上 甚至兩百多種以上 都有可能 我們實際走訪藥局 像是抗生素 軟變劑 退燒止痛藥仍然很缺 台大醫院藥劑部主任黃之芬表示 新冠疫情之後的缺工缺原料 俄乌戰爭及歐洲供電不穩 都是讓藥品鍛鍊的主因 繼續調降藥品的價格 讓商人入不敷出 缺藥的問題還是永遠沒辦法解決 不敷成本的時候 他就可以來提出 那麼調高藥價 召集專家會議跟公寧會議討論之後 那麼在三個月內核定新的藥價 基層藥師跟醫師認為 藥價壓得太低才是根本問題 廠商通報調整藥價需要三個月的審核 審核完畢還必須買原料生產 礦日費時的流程 恐怕難以支撐市場需求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